疫情期間網店越開越多競爭十分之大特別是韓國時裝店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究竟還怎樣特惠而出 今集理財要貼地請來一年前才正式開業10個月就已經收支平衡兼有錢賺的Present Island主利人Celia和大家分享 Celia從事金融業由構思到開業用了4-5個月的時間 韓國時裝比起歐美或日本有優勢始終可能價錢方面會比較大眾化 有不同方面的價錢也有高一點低一點 韓國時裝也會適合我們亞洲人的身形方向和款式 也會比較大眾化 Celia指開店成本因人而異有人可以用1萬元開店 而Celia就預備了20-30萬港元籌備 並認為利用社交媒體固然重要 不過要有好的口碑才可以奠定基礎 雖然網店也希望有一個實體的地方 即是讓客人可以上來感受和摸一下衣服的質地 又可以試身 所以我預計的預算會多了一點 Celia本身不懂韓文 不過她指出現在去到韓國入課 完全可以用簡單的英文和普通話和批發商交流 我最初都去了兩次 做資料搜集 再去逐家逐戶 看看哪些款式適合自己 自己喜歡的款式 而去逐家問取資料 而現在我每季都會親自去選擇 還有去看看有甚麼新款 始終會即時在當地看到而入 就比隔著即是online就會差很遠 期間可能要補貨 都是靠電話再和韓國那邊溝通 另外Celia也指出韓員匯率變化不大 旅遊答案季也不會太過影響生意 反而香港天氣反覆 有時候韓國當地推出的時裝未必能配合的時候 就需要調整採購策略 更加提醒要了解客戶的需要 拿捏好入貨的時機 避免拆博 如果去到季尾的時候 通常大家都會做一些銷售 還有如果不是很有信心的貨品 就盡量減少 不要入太多 不要團積太多貨 Celia指除了商品質量要滿分 價格也要和同類商品比較 正價比高才能夠在市場特位而出 最後Celia總結了一些貼士 被希望在網上創業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開一間網店 最主要除了你要適用社交媒體之外 還要夠勤力 還有要看多些 始終都要自己親身飛過去去選 還有選一些合適自己的風格去定位 因為每個人的品味都不一樣 一定要忠於自己的品味 你才可以維持下去 就要先行適合 希望有機會 還有支持 願望無限